各位好 非常感謝今天大家的光臨 我們的記者會大概五分鐘之內就會開始 下面一位呢 是我們籌備委會的代表 黃定寅律師 是我們非常優秀的未來的一個明星 他同時也是我們台灣青年反共救活團的監事長 今天他今天下午剛好在上面主持司法議題的座談會 現在我是特別人情要他留下來幫忙 好 謝謝 我們的召集人寶華老師 主持人月清姐 以及我們遠道而來的副主席 伊里哈姆先生 黃文雄老師 以及美理會長 以及我們在座黃文林委員 突刑者委員 以及我們的長政主任 所有省情 大家午安 那 真不好意思 因為我在樓上台教會報告論文 在講司法人權 那其實今天議題是一致的啦 就是說人權價值作為台灣的一個基本價值 也是世界的普世價值 那在人權的思考脈絡之下 其實對於對民主人權有堅持的維吾爾人 他本身我們應該尊重他的一個疑念 不應該像馬政府這樣子 為了中國的利益 或者是說向中國屈服 而犧牲了人權價值 那像民主法庭 但是台灣其實不容易 因為我們經過二十幾年的打拚 照今天的民主法庭 這是我們最價值的地方 中國他現在又是很落後 他還是相當落後的一個民主法治的一個秩序 所以我們應該珍惜我們這個得來不易的價值 所以在人權的這一個基本觀念之下 所有有關於促進人權保障 有關於實踐民主法治理想的 我們作為一個晚輩都會全力來支持 那也感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謝謝 謝謝 謝謝帝瑩 我們請 我們歡迎台聯黨的總召 立法院總召 黃維林委員 我們林召集人 我們的副召集人 我們市委會的副主席 以及旅日的我們的黃文雄 黃大作家 我們的周美里周會長 那今天非常高興是我們這個 台灣維吾爾族的支友會的 成立籌備大會 那大家知道就是說 在這個新疆 他這個人權的部分 過去這個中國的政府 對於這個新疆維吾爾族人的部分 事實上是極度的不平等 自由的部分給予相當大的一個限制 那包括就是說 熱比亞女士要來台灣的部分 我們台灣在2010年 竟然拒絕她入境 那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是讓人家非常的 就是說台灣以人權立國 但是卻是拒絕 這樣一個人權的人士進入國內 我想我們在新的會期裡面 我們在立法院 因為我剛剛好也在內政委員會 我們會來提案希望我們的政府 應該要就是邀請那個熱比亞女士 能夠來到台灣 那我想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新疆 新疆維吾爾族人 大家都是對於這個自由 對於他們自治 他們的堅持 事實上是讓國際社會 非常大的一個肯定 那上一次我記得我去日本 參加他們的國會議員 寧會的時候 我覺得日本 也就是說日本的國會議員 對於這個人權的議題 反而是他們比我們還重視 他還主動的詢問我 就是說我們台灣對於新疆 還有包括藏人的人權的部分 的情況 那我們台灣的一個政策 還有立場是什麼 那所以呢 我們身為在台灣的一份子 我們對於自己說 我們自己是多有人權的一個國家 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但是呢 我們卻沒有辦法來支持 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就是支持人權支持對的事情 所以我想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應該會請我們其他的這個立法院的委員 共同來支持 只要是對於人權維護的部分 是有非常重大的一個貢獻的人 我們應該都能夠邀請他 來我們國內來訪問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未來這個台灣維吾爾 自由會 能夠成立之後 能夠讓台灣 更了解 我們這個民主 跟人權自由的重要 跟自治的重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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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